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固定利用 每天晚上的7點半到8點 收看我們股市之鎮的節目 我是之鎮阿豪 台北股市在今天跳空開高 在盤中一度大漲176點 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的一個心情 感覺真的是太棒了 喜出望外 不過講到這個喜出望外 分成兩種情況 一種喜出望外是 哇今天大漲手上的這個部位 稍微虧損了一點點 另外一種是 它是實質的獲利 所以今天的一個大漲 對它來講是 扎扎實實的一個獲利 各位如果這兩種情況 是第一種的話 那今天的大漲 喜出望外對你有什麼意義 可是如果是第二種情況 今天的一個大漲 對你是一個紮紮實實的 一個獲利的話 各位那這種喜出望外 才是真正的有意義嘛 所以今天的一個大漲 它剛好是一個非常棒的機會 讓我們市場上的一個投資人 好好的去檢驗一下 到底自己在這種台北股市 它扮演的是贏家 還是輸家的一個角色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怎麼樣才能夠贏 今天的一個跳空大漲 如果能夠早知道的話 那是不是就能夠成為一個 實質的一個贏家呢 各位 在11月2號 阿豪提供了這個11月台股的分析報告 11月2號以及3號 阿豪連續兩天公開的在我們節目裡面正月 在這兩天裡面 只要你有打電話進來的 有索取到這份台股關鍵報告的 請你把它拿出來 我們仔細的去做一個核對 阿豪的這一份關鍵報告 有沒有偷改一個字 更重要的 這份關鍵報告 到底能不能夠讓各位觀眾朋友 你提早知道這個台北股票市場 它真正的未來 11月的台股分析關鍵報告 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的是歐美股市的部分 我們把重點集中在台北股票市場 11月它將做出一個持續向下調整的動作 為的是要消化政治以及基本面的一個利空 那消化這個利空它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它要達到一個清洗福爾的目的 所以在11月份的一個行情 到底怎麼去做一個操作 必須要採取先空後多的一個策略 時間是在11月2號以及3號 阿豪公開的提供了這一份 借這個關鍵報告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來做一個索取 那這個關鍵報告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文字敘述的部分 告訴各位 11月份它會先做一個大幅度的一個調整 為了是要消化掉 政策面以及基本面的一個利空 因為它要做一個清洗福爾 所以期貨的操作在11月初的時候要做什麼 先空然後再做一個後多 這個是文字敘述的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搭配實際上的一個加權指數 清清楚楚的讓各位知道 它到底先空後多 那它的一個規劃是怎麼樣的一個走勢 來我們看到的這個是加權指數的周線圖的部分 這份周線圖先下後上 在10月份的這個演講會 也有給我們與會的一個來賓 但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當時11月23號的周線 它是停留在這裡 好規劃 它會先來衝一個壓力區 壓力區在什麼地方 頸線是在8750點 這個沒有問題 壓力線是在當它前一波起漲 回測兩次的這個低點 當它又來到這個低點的時候 衝不過它會做一個大幅度的壓回 來做一個先下後上的一個動作 時間是在10月23號 這兩份組合起來 是在10月2號以及3號 提供給我們忠實觀眾朋友 來免費索取的一份報告 各位 當昨天加權指數從8871點 大幅度下修了600點之後 我們再把這份報告再拿出來 你會很驚訝的發現 發現什麼 昨天是11月16號 昨天的加權指數從8871點 也就是阿豪提供給你 這份關鍵報告的隔天 它開始下殺 一直到昨天 殺了8217點 各位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的是阿豪幫你規劃的 這份關鍵報告 當它衝高到這個壓力區 這一波的最高點在什麼時候 8871點 好幫你規劃的壓力區是在什麼時候 前波起漲點的兩次回測的這個低點 是不是8860 它就在8860這個地方 最高衝到8871 開始做了一個大幅度的下殺 它一共下殺了高達643點 來到了8217點 各位 那我想請教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份報告 在當時 在當時 11月2號以及11月3號 在它還沒有開始下殺之前 這一份關鍵報告 寶寶的這兩張紙 對一個獅子贏家來講 它的價值是多少 千金難買 而且萬金不易 為什麼 你一萬塊你也買不到 從阿豪幫你規劃的8860點 殺到昨天11月16號的最低點 8217點 加權指數一共大跌了643點 這643點 如果以台子期一口大台為例 各位 這一段兩個禮拜的下殺行情 高達了128600塊錢 期貨操作 它是以槓桿保證金交易的 這一段行情 兩個禮拜的一個行情 換句話說 短短兩個禮拜 你從這個市場上 抓到的一個 淨絕對報酬是多少 高達154.9% 只是你到昨天才看到 這段行情它已經變成回憶了 只是當時你拿到這份報告 或是你沒有來拿到這份報告的時候 今天看著這643點的一個行情 從你手上溜走的時候 你當時是不是因為非常的茫然 你當時是不是因為 不願意向上阿豪老師的規劃 而導致於這643點的一個行情 扎扎實實的 就從你手上溜走 我相信這個是在昨天 在節目裡面跟各位去公布的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昨天有非常多的一個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每個人 都是做出一個同樣的一個反應 垂胸頓足 二婉嘆息 為什麼 各位 我們老實說 你如果真的知道台北股票市場上的未來 而且你早知道的話 你是不是就能夠成為這市場上的贏家 不見得喔 不然來索取的數百位觀眾朋友 今天應該大家都是熱烈股掌歡迎 大家都是這個市場上最大的贏家 可是為什麼昨天打電話進來的觀眾朋友 每個人都是早知道 早知道 那時候拿到這份報告 我就跟著阿豪老師 但這會來打拚嗎 我就不要拿回去自己研究 結果到今天我只驗證到 阿豪老師跟我講的 都是台北股票市場 他真正的未來 阿豪跟你講的是真正的未來 你即便沒有拿到這份報告 阿豪在關鍵的時間點 都一路的幫你去做一個追蹤 11月6號 11月6號一根長黑殺下來 阿豪告訴你 行情開始了 因為從8871點 要開始做大幅度的壓回了 因為他開始肩頭翻轉 11月9號123三壓落點 11月10號行情趨勢向下 這個不用置疑 11月11號 各位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的他是不是假穿頭 真破底 你是要到11月13號 你才知道他要破底輕浮額 還是你早在10月11號 11月2號的這份關鍵報告裡面 你就已經知道 11月他會做一個持續性調整 來消化政治以及基本面的利空 因為他要做一個清洗福爾的目的 你可不可以早知道 你足足比市場上其他的投資人提早10天知道 這10天暈量了多少行情 但是更重要的是 當昨天說完盤之後 我相信每個人搖空氣搖來搖氣 市場上的一個絕大多數的投資專家 包括說投資朋友只有一個觀念 趕快逃吧 恐怖攻擊 這麼恐怖 趕快逃吧 但是阿豪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怎麼樣跟我們觀眾朋友報告 昨天是11月16號 昨天的低點殺到了8217點 阿豪告訴你 他只有一個目的 因為他要來做一個8234點 0.382的一個回撤 他要做一個交代 但是當他交代完畢之後 技術性彈生將於近二日浮現 時間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11月16號 阿豪告訴你 他交代完0.382的8234之後 近兩日將會做一個 強烈的技術性彈生 今天是11月17號 你在盤中看到的是什麼 大漲176點 所以我想要請教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看阿豪老師的節目 你有沒有辦法提早知道 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 你看阿豪老師的節目 你有沒有辦法提早知道 他要假穿頭 正破底 而且來到0.382 8234點之後 他馬上要做了一個非常強烈的 一個技術性的彈生 結果你在今天看到了 大漲176點 我相信你看阿豪老師的節目 你要知道台北股票市場上的未來 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你必須要再進一步 去釐清一個觀念 當你提早知道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的時候 你就成為這市場上最大的贏家嗎 市場上一個真正的贏家 他除了能夠精準規劃出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 更重要的 他要能夠把這個精準的規劃 轉換成執行 確實的去做一個交易 而化成實質的絕對報酬 塞到會員朋友的口袋裡面 這一段時間 台北股票一路下殺的600點 你如果進到我的團隊 阿豪老師帶你做一個動作 11月4號 台子一目前在8862 各位只要注意 價位跟時間就好 跟日期就好 11月5號8882 繼續空 還在8800嘛 11月6號8854 繼續空 11月6號8884以及8862 你空蛋就是續報 因為阿豪老師會讓你獲利持續 還要再帶你繼續加碼 到11月10號 8566 繼續空 各位已經跌多少點了 38點 繼續空 十月11月11號 十月11號8536 繼續空 甚至煞到8391了 阿豪還是請你 你就閉著眼睛給我試駕空 阿豪老師 已經從8800點 跌下來8391點了 已經跌了500點了 這個時間點還要再去空 各位 阿豪老師期貨交易員出身的 我們交易員裡面 有一種期貨交易員 他是最令人畏懼的 他的殺氣是最重 什麼樣的交易員 他有一個特色 當他空在起跌點 只要這個盤勢他敢跌到地獄 他就是一路追殺到地獄 反過來 只要他買到起漲點 只要這個盤勢他敢漲到天堂 他就一路的買到天堂 這種是氣勢最強的交易員 你在這下殺600點的空間裡面 你看到阿豪老師 我帶你做什麼動作 當你已經空在起漲點了 跌下來200點 氣勢是不是越來越強 跌下來300點 跌下來500點 各位那個是壓房子直接去空 但是不要空過頭 空到什麼時候 空到0.382的時候 空到昨天 當他打到0.382 8234點的 11月16號的時候 各位 600點 你來找我 我都是帶你空 但是在昨天 打到0.382的時候 阿豪老師 帶你180度的反轉 11月16號 9點16分 11月台紙掛價 8261到8263 開始買多 同樣的昨天 10點11分27秒 全部的會員 台紙11在8245點 開始買多 在昨天要收盤之前 VIP的13點19分 下午1點19分嘛 已經快要收盤了嘛 VIP的可以接受 留倡的試駕 買進一筆11月的台紙多單 老師帶你去做一個佈局 各位你仔細的去回想 昨天恐怖攻擊 11月的台紙期 早盤 最低殺到8212點 盤升到僅限8300點之後 在11點19分 快要收盤的這個時間點 11點19分嘛 快要收盤的這個時間點 他是不是已經來到了8293點了 各位你好好的去思考一個問題 你在這個時間點 阿豪老師帶你買進 如果沒有阿豪老師帶你買進 你會想從829到8293 天啊 已經漲了快100點了 在這個時間 還要試駕買進 而且要做流倉 這會不會有點追高啊 會不會風險太高啊 今天晚上如果 道瓊工會指數又大跌的時候 那這筆多單不就又掛掉了嗎 各位阿豪老師帶你買進多單流倉 你就是照著做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大家都知道了嘛 但是更重要的是 當今天跳空直接大漲白點之後 阿豪老師帶領著我們的新舊會員 我們在繼續做什麼動作 跨情車 8點54分 台紙一目前報價已經在8405點了 你就是給我試駕買多 直接給我試駕買多 從昨天的低點 8200點到今天 阿豪再繼續叫你試駕買多的時候 已經大漲了200點 即便你在昨天剛加入 你看到今天已經大漲119點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點 阿豪叫你試駕買多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動作 你如果是我的會員 你就會乖乖的照著這個指令 你去買多 可是你如果是在場外觀看的觀眾朋友 我相信你在今天早上你會買不下多單 結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什麼 今天在盤中大家期待的是41點 很重要的嘛 證所稅他到底費不費嘛 可是我們在昨天在他殺到0.382的時候買多布局 尾盤8293點再買多 留倉今天跳空開高100點了 我們繼續買多8400點繼續買多 一直到10點12分 當大家開始樂觀期待的時候 台子一早盤8405的市價買進多單 因為明天要結算了 所以我們價差操作先請做一個獲利平常 只因為我們搶到錢了 各位 早上跳空從低點上來已經200點了 叫你買多 你如果是會員 你乖乖的執行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會得到什麼 那問題 重點 阿好老師你是在賭運氣嗎 阿好老師你是在立法院有內線嗎 知道那個一定會過嗎 各位 會員朋友 昨天的盤後報告 你都有看到 昨天11月16號 我是不是幫各位規劃 他目前是一個倒期刑 如果這個倒期刑 他一旦突破了 你不買 自然會有程式的買單進場 所以操作策略是什麼 指數向上突破 旗行上緣要跟進做多 各位 你仔細的看一下 這個是11月16號 阿好規劃的11月17號 只要他突破這個旗行的上緣 要跟進做多 今天你看到的是什麼 昨天阿好在這個地方告訴你 今天他只要突破這個旗行的上緣 要跟進做多 你今天開盤跳空開高100點 你如果沒有一通 阿好老師的文字簡訊 叫你在8405點 市價買多 這大漲120點的過程裡面 你只能夠剛瞪眼 不是嗎 多空雙贏 很多人看到這個會覺得說 我每天都是多空雙贏 我每天下去20點 上來30點 哇多空雙贏 太高興了 各位 如果你的格局 是這麼小的話 阿好老師不客氣的講一句話 你要從這個起貨市場上 你真的要去賺到大錢 那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阿好老師的多空雙贏 你看到的是600點下殺的行情裡面 一路追殺到底 空在起展點 繼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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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0.382 目標價達到轉彎的時候 我們昨天開始買進多單 買進多單之後 漲了100點 繼續買 今天跳空開高200點了 繼續買 當大家開始樂觀期待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我們會員朋友 多空雙贏 所以明天繼續 再繼續下去的時候 明天是11月台紙期結算 但是重點是在12月的台紙期 12月的台紙期 當他正式登場的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已經錯過了11月份 這麼大的一個行情的時候 當台紙1、2、12月台紙期 正式登上檯面的時候 你要選擇 繼續看阿好老師的節目 每天早知道 但是每天就讓他從行情裡面 從你的手上這樣子溜走 還是你願意把電話握緊 拿起來 來掌握住你應該得到的 一個絕對報酬 決定權在你身上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會來告訴各位 明天怎麼做 記者報告 上午十点在高雄 九三点在台北 前来个不打报名桌线 零八零五五八零八 一把照 GOOD的头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小带开心的开展车 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 不妙哦 为系安全带致死力 为有系安全带的 一点右背 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 以斜向通过胸前 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长腦颈部 预付使用安全带 应将腰带移至腹部下方 以免撞击堂害腹中的胎儿哦 安全带的新幸福 紧紧细入全家 不高工具关心平哦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很多观众朋友会 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 感觉在这市场上 好像真的越来越难赚得到钱了 可是各位当你心中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平良心问自己 难道台北股票市场 它没有提供给 大家赚钱的机会吗 600点下去 这不是赚钱吗 200点上来 这不是赚钱的机会吗 我相信这个答案 大家心里面都有底嘛 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你会觉得真的很难去赚得到钱 这是赢家心法他告诉你的这件事情 有钱人跟穷人 其实你看到的机会都是一样 就像你看到R老师的机会都是一样 但是差别是行情过去了 有人变成了有钱人 有人还是没有办法摆脱穷人的宿命 跨入有钱人的门槛 差别在什么地方 差别是在于谁有先行动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就是你一直没有办法去突破的那个关键 那突破关键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来明天怎么做 11月17号 今天是不是已经跳空开高了 来我们明天要开始做12月份的合约了 12月份的合约 他目前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今天跳空开高之后 在这个地方慢慢的盘出了一个压力 那明天11月18号 是11月台子期的结算 那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掌握狙击点 第一个策略 找盘指数拉高到什么时候 要布空 指数从压力跌回8418之后 然后反弹到什么地方 要去做一个空单的一个部件 各位 阿好再老话一句 规划 这个是实的 昨天你看阿好老师的节目 其实你也知道阿好老师今天 他只要突破急行上远 就要市价最多嘛 可是实际上你今天开盘 你有市价最多的 有多少人你自己想 可是 差别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在昨天你就打电话进来 进到我们团队的时候 今天阿好一通文字简讯发出去的时候 你会有所犹豫吗 当你没有犹豫的时候 今天你是不是真的成为这市场上 一个最大的赢家 所以明天怎么做 开盘前 你不会通电话进来 把手续办好 你马上就会做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有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价罪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上河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河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购得投顾 张老师免费讲座 要告诉您 绳之开线 背水翻 旗子必胜翻 10月17号星期六 上午10点在高雄 93点在台北 下来个拨打报名桌线 0805588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期股双赢一打兆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购得投顾 张老师免费讲座 要告诉您 绳之开线 背水翻 旗子必胜翻 11月17号星期六 上午10点在高雄 13点在台北 下来个拨打报名桌线 0805588 深田药庄 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头痛 请用 玻封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 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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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救世借 千年每天 你還尾喔 你不知道上下就要兩關式開門嗎 在這